全國國民中修校童軍 大錄影的外黨是教育改每年的行為 今年這個外黨也將在八個十四個到十七個 來到君臨館基盤 今天官長李靖雍就來換唱童軍後 再領到君臨館中修校的校長跟老師 以及修童軍 來為君臨館代言人齊蒙子幫領金 也三個今年的錄影外黨正式在婚臨電視 我們今天大錄影能夠圓滿成功 平安順利 非常注重童軍發展的婚臨館 今年新疆基盤全國國中修校童軍大錄影外黨 官長李靖雍今天要換到童軍的合宗 希望中美大高的小童軍 都能夠在四江三枚發展婚的美好 我們安排的這個農村的體驗也好 這個科學的體驗也好 還有文化的採風 城市的追蹤等等的活動 一方面也可以讓小朋友們 他們來驗證他們平常所學的 這個童軍的技能 也同時可以對雲林縣這個城市 能夠有更深一層的了解 更深一層的體認 讓他們跟我們一樣也都會愛上雲林 請起動 目前年的童軍大錄影 都是全國國中修學生最多記台外黨 今年在婚臨基盤 如果是這幾年來規模上大的長臨 也是參與好好跟報名金屬最多一次 全國有將近2500名的童軍 他們會到我們雲林來 同時也會帶動他們的家長朋友 所以這個是盛況可期 融入了童軍很多技能探索的課程 他們在我們童軍的諾言 準備日行一善 人生以乎為目的的這一方面 在學校的一個學習 能夠帶到我們的童軍的大會場 讓所有的小朋友能夠在體驗中學習 童軍最重視的就是合部團結的精神 雲林館女童軍會 理事長營養桑也不用的小孩 保持怎麼做怎麼學的態度 我們希望所有的學生小孩 在你的學習的成長過程當中 能夠有這樣的一個體會 跟這樣的一個經驗 包括你在學中做 做中學 我們希望透過團隊 透過夥伴 可以讓孩子在他人生的成長的過程當中 有更多的這個友誼 有更多的朋友 可以陪著他一輩子往前走 讓我重新來吃 HELLO BEE HELLO BEE HELLO BEE 關於希望參與的學生小孩 能夠在這家中 發揮童軍的機靈 學到各種東西 背後導致組織的性格 記者大會 三部東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